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镇新闻 经过多日豪大雨 新一乡同夫村旧沙里县林道 有一顿长越200公尺的路段边坡 发生山崩落石的现象 让当地居民每天路过是提心吊胆 县长林明曾指导之后前往会看 林县长表示 这条路是居民出入要到 将先委托新一乡公所处理 已经被掏空的树木与石头 在座后续完善的施工 新一乡同夫村旧沙里县林道 有段边坡发生崩山落石 县长林明曾在居民的沉浸下前往会看 看到地上的大石头 以及边坡上面掏空 与露出来的石根石头 马上与新一乡公所讨论 优先处理被掏空的树木与石头 在座后续完善施工 新一乡同夫村沙里县 旧林道路过这边 看到这个边坡如果不整住的话 非常的危险 上面已经有好几颗石 已经快要掉下来了 还有几颗大石头都会崩下来 对我们路人来讲是行驶非常的危险 那么我想这个我们要赶快来采取这个改善的测试 今天我们前县长也有来 我想要委托我们公所 是不是能够尽快地从这几个石 用什么方法先把它拔下来 不然我会路过非常的危险 那么这个整个边坡 我看就要重新来整治 我们科兴 我们MG 这次这个灾害 报到中央去争取经费 如果能够可以的话 我们就整个边坡打庄进去 用那个钢丝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碰浆 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 尤其我们钉那个钉状进去 至少的钉才好将近十米进去 就不会再垮下来的情形 能够保护边坡能够稳定 我想这个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尽快地来请公所 把这个危险的数目 我们都把它拔下来 拆下来 比较不要有危险性 县长林明珍 原本与议员县明某 前来会刊道路撤沟改善 当地的居民也纯情旧沙里县领导 编颇的危险情况 希望县府能够尽速协助改善 因为最近是雨季 所以我们发现地上有很多 大小落石掉下来 危及我们居民的一个行车的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谢谢县长跟县议员 能够亲自来献看 那我们初步的规划是 先把上面这个围树跟石头先 公所会先清除下来 避免大雨的时候会掉下来 那我们会跟县府研力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办法 来做石地会看之后 可能就会按照县长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护网 然后打桩进去 确保这个落石不要再掉下来之外 也确保上方的农地能够不要继续坍塌 刚才看到了 刀子和焦头都用那天 这个杆盘 这个壁 平常用那些护网 有那些九十度的斜度 如果不及时改善 哪个人会去找钱 至于这个有危急的状态 现场刚刚也有交代说 回去会马上交办 要把这个用钉锚的工划 来改善这边的这个危险的这个状况 让这边出入的人车能够安全 这边的乡亲听到之后 大家欣喜肉款 新一乡同富村旧沙里县领导 经过多日的豪雨发生边颇松动 落实不断的情形 让往来的居民体心吊胆 居民非常感谢县长愿意接受居民陈情 答应尽数协助改善 记者 商信服 新一乡采访报导